是之前特意设计的吗 对 这是我 不要把自己想得那么伟大 不要想自己是高水平运动员 毕竟我就相当于一年级的小学生 这是我第一次世锦赛 他们对我要求也很低 希望我能享受这个过程 绿赛拼完以后 没想到能排名第一进入半决赛 当时自己就觉得 我可能晚上也希望 努力又在这个成绩 那我肯定进入决赛了 进入决赛我就完成任务了 完成了自己的目标了 年轻下去 但是每当看到他们 周文 范琪 无场比赛 在前面两场接力 自己都是 场场全力以赴 然后可能对于我来说 个人来说强度太高了 因为毕竟我没有 那么好的一个身体素质吧 然后去承受这么多的 这个强度刺激 身体可能 身体技能可能出现了一些反应 回来的时候 当从首都机场出来开拳的时候 你戴的是一副金色的耳机 拿我去跟他是没有 没有去比较 我觉得是没有办法比较的 因为我只是一个中国游泳队男子短距离的选手 而且只是希望能为中国游泳队贡献自己一份力量 而阳哥他不一样 他在我心目中我觉得不光是从训练比赛 一直都是我们应该所有运动员去学习的榜样 很多事情我都非常确信 你到现在还不知道 我是希望自己还能 踏踏实实地把眼前每一步做好 因为奥运会越来越近了 不到一年的时间 希望自己 还是做原来自己 而且我肯定会 不忘初心做好原来自己 然后努力让自己做到最好 思考我说我以前的时候 头两年也就这个水平 然后为什么到了现在还是这个样子